螺是一种金属类的打击乐器 它是由手工敲打金属制作而成 劳动密集型的工序和精湛的油漆工艺造就了这种精美的打击乐器 工人将板材切割成圆形 这里没有材料浪费 即使是边角料也被用来制作尽可能大的形状 一旦金属的边缘被磨平 汉宫就会将侧面连接起来 然后这个扁平的盘子就会被锤打成螺的形状 工人在金属的背面勾勒出几个大小不一的圆圈 这个提前刻在竖桩上的模板 能够确保螺面上的凸痕可以被均匀地敲出 工匠们沿着草图敲击金属形成一个漂亮的图案 这是花费最多时间的工序 有时候他们会花一整天的时间来进行敲打 接下来是最难的部分 调音师需要多年的观察和训练来掌握这个技能 他在不同的地方敲螺用来倾听声音的缺险 听完后调音师用木锤稍作改动螺面 一直重复这个过程从而减少螺声频率的不和谐 最后是复杂的手绘工序 他们用发廊涂满螺面 然后手工绘制出不同形状的图案 接下来一起去了解达拉玛是如何制作的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